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浦 欢迎大家来到桑浦论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李克强 晚上跟大家做节目 不好意思这几排都比较晚些 说今天两个访问 两个电视节目 还有一堂三个小时的大学讲书 说真的忙得忙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希望每天我都保持着一个momentum 承认大家每天做节目 我就尽力去deliver 至少今年1月1日到现在都没得过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闻频道 comment and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的赞助 货金比本日 多谢大家 我们继续讲这个关于 李克强的死亡 前前后的一些事情 这个新闻大家都很关注 我的论点和很多一些高捧李克强 希望集下理想 或者捧你打集的这种想法 不一样 我前几个节目都讲得很清楚 是吧 李克强如何在河南造成血灾 不要说造成血灾 他延续这个血灾 接收了李长春等人的烂摊子 接着继续示弱 对于高耀杰医师如何去对付 禁言禁声 拉人封艇 幸好高医师走得快 已经去到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写了一本书 大家都看过很厚的一本书 一样可以买 李长春 李克强 你们两个人难辞其咎 招作 洛阳大火 每场大火 三百几四百人死亡 好了 跟着调到辽宁到一把手 做辽宁省委出席的时候 毅力臣事件 是吧 跟着在铁岭发生钢水 弄到人变成钢铁人 融掉了 连DNA都燃不到 哪个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地方官的错 跟你一把手无关 毅力臣吸金事件 黄奉有 引发大规的人上访 而你根本上 拉人封艇 禁言禁声 你不要说这些东西 只是中宣部署负责 你不需要负责 你不要再说自己是胡耀邦第二 再不需要说其他东西了 譬如说你去到 做国务院副总理08年的时候 一声食品安全问题 你最重要要主管的东西 三罪清安滴滴威蘇丹红 那些是什么来的 突然间涌然 你不在 有 但是没那么严重 有在的时候 一声井喷式上升 15年 宗教事务条例 当时你做国务院总理的 限制基督教徒 伊斯兰教徒 甚至有些人信花龙功的 一样被限制 壮传佛家 全部的人都要 结合党主席 党的权威 拆拾字架 夏宝龙的事 不是习近平和夏宝龙勾劍 很简单 是你 签署 这份 宗教事务条例 是你的国务院的法制办公室 逐个字写好之后 被圣上参与 圣上OK 李克强签署的 You put your name on it 周恒虎 经济学家揭露北大教授 如何去性侵那些女生 你就拍桌 写一张字条 国务院总理 要求司法机关严办 我无论你帮周恒虎也好 帮那些北大的教授也好 你为何干预司法呢 你有基本的sense嘛 你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呢 或者做这些事 其实你活在 什么的制度前提下来做这件事呢 好了 你说粉不战抹了它 那我就说 你对香港怎么看呀 止暴制乱是谁说的 2019年9月 你说要止暴制乱 坚决支持香港警察 止暴制乱 强调爱国者治港 说中国人的事 有能力管好 有能力用智慧管好自己的问题 即是关门打香港人 叫全部西方国家松开 你讲的 胡耀邦和赵紫阳 没有讲出这些说法 你不是胡耀邦的第二 你只是李克强 是个容官 容鹿无能 对台湾 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两岸一加七 甚至无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坚决 反读速统的 你讲的 所以有些人奴在心里 我们不可以忘记 这些不是胡耀邦说的 不是赵紫阳说的 OK 各位 如果大家稍为有些血性 你都支持李克强是一个 好人的话 今天我告诉你 刚刚说了这么多的事实 还有很多我没漏说 港天亮相 只有我流说 OK 那我请问你 如何证明他是个好人 如果这么说 邓炳强是个好人 李家超是个好人 是不是 柯文哲更加好人 是不是 习近平某程度上是个好人 做坏事 做坏事没有 猪头做得那么多 你就说人 这个 没有做那么多坏事的人 是好人 哎呀他不坏 我刚才说的不是坏 是什么 各位 我们不可以结尿 双巴亡尿痛 只有甘乳式的记忆 我们很清楚 究竟发生着什么事 李克强 有三个问题很值得见到 一就是说 他自然死亡 还是他杀 第二个就是对李克强的评价 刚刚讲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会不会有民变政变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先 第二个问题先讲完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自然死亡 还是他杀 还有如果是他杀 为什么要杀 几个重要的问题 六十八岁健步如飞 为什么会这样死 有心臟问题 旁边有AED有救心院 也都有 一个叫981首长健康工程 这个中央保健委 医生为所有的 中南海的高层准备的东西 退休的人也都有 松平百一百零几岁 依然有这个保健委的人看着他 981首长健康工程 六个重点其中一个叫 防止心脏血管疾病 什么叫防止心脏血管疾病 什么叫防止心脏血管疾病 突然之间有的话 立即去救心院 立即去吃 拍心 或者做AED 甚至很多心律不整 或者跌不够的 装的设施里面也会有 现在医科技相当昌明 心脏病只在一个情况之下 会很致命 就是说你原先不知道有心脏病 第一次 之后你心胸毅满的时候 立即去服用这个救心院 而且这个981首长健康工程 定期检查贴身的保健医 相当于以前的御医 送医去急救 医院才有除 送医去柱光医院越滑越奇怪 有人说呢 就是 柱光医院是谁开的呢 自己去调查一下 即我给个home work给大家 自己调查一下是谁开的 OK 而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们做什么呢 预防保健科和呼吸内科 预防保健科和呼吸内科 和心脏无关的 这个就是最聪明的 即是说你在个西餐店 你要点羊抽炒饭 挺有趣的 你应该去哪个医院呢 是蔡霞这个教授 其实我不喜欢他 起码他调查个fact 给大家 我觉得是真的 23至30分钟之内 去到上海中山医院 他全中国声称是 心脏血管疾病抢救前三名医院 我先不要说解放军301医院 我不说那些了 上海中山医院 very good top 3 first tier 23至30分钟的路程必去到 我连你下楼去到医院 当是45分钟 没问题 因为照样可以深爱压 120分钟的黄金时间 通常可以救援 而这个上海中山医院 抢救成功率达到96% 我请问 为什么你不去上海中山医院 去了楚光医院 毛利拉秦 还有981首张健康工程 应该做得好 为什么没有呢 何况 为什么李阿强要去上海呢 他说休假 OK 休假休息 为什么不去海南三亚 福建厦门 山东 青岛 更好 为什么要去上海 又不是这个地盘 何况他入住这个东郊宾馆的右锤 以前有一间西郊宾馆 06年建了东郊宾馆 相当好的 江泽民系统的上海帮的 很多入住这个地方 养到的地方 等级相当于上海版本的钓鱼台 过宾馆 但是早几年上海帮失势 就是习近平用北京中共的警卫士 接管了这间医院 这间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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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 这个地方变成什么地方呢 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 就是习近平自己亲自自卑 亲自部署 亲自掌控 亲自操控虐待人的一个 软禁地 听说 这个江泽民 最后几年都在这间医院里面 好了 你接见的人 或者是休养地方 都在一个地方 形成一个 被习近平天罗地网式的软禁 所有的角落 装了 即是CCTV 你的一句一懂 一贫一笑 全部知道 那你问一下 为什么他要去的地方 就是被安排去 中南海 大家去过北京 都知道中南海在哪个位置 中南海有南和北的 北远和南远的 南远是中共中央 就是习近平盘据的地方 北远就是通常叫做 国务院的人做的事 习近平一上台 有外国记者问习近平 经济问题是归北远管 习近平说 那不一定 意思就是说 权在我手 我说了算 李克强 你收皮 即是用间接的方式 跟大家说回这个说话 获就有你什么 权就我拿着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形式 当习近平去南非 奔绝肥胖 落机门山 暴理门山 是不是 转头看到门山了 都没有做什么 被人笑的时候 李克强 去了 敦荒莫高分 健保余飞 和人们打招呼 Ferry Smart 68岁 比你猪头 你猪头 眼面何串 你去南非 8月30日的时候 李克强继续这样做 你看看 多严肃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说 以中国现有医疗保健水平 突发深检室 完全可控 而且无论住的 入个厨公医院 完全文不对题 东家宾馆 是例如同一个大的黑洞一样 一个正国级官员 身边专职医师 生活秘书警卫 口服药 急救药 全部都有 邓小瓶 即是死前 抹期插盘 维生 这些全部有 怎可能你没有 所以这个惹人相当大的疑斗 李克强是怎么死的 李克强的诗 10月27日运回北京 一个星期之内 就在白宝山公务告别仪式 盛存在11月2日就会火化 即下个星期四火化 而中国就禁言 由10月28日到11月3日 禁止所有的官方活动 公开活动 不止官方 是所有的公开活动 防止群众去悼念李克强 甚至在网上写的李克强 或者悼念李克强 这些字都是 只有官方认可的内容 李克强或者悼念 已经成为了敏感词 你写的任何comment都看不到 是屏蔽的 厌防抗议的言行 避免好像六四事件一样 重新有人聚集 这一个就是共产党的盘算 大学的社群活动全部取消 强力维稳 每间大学都收到命令禁止聚集 譬如上海交通大学 应通知学生先上先下 不要发表任何的评论 讲李克强 而且不可以有活动 学校通知社团活动全部取消 而且要这个取消的指令 将这个消息不准 在群组内继续传播 这个显然 不是禁止你在哀悼期去娱乐 而是禁止 不止禁止你哀悼期娱乐 而更加禁止你哀悼期聚集 避免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小小之后 引发北京天安门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下面一大堆的花圈聚集 跟着一旦警民冲突 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在中国看得到的 就是只有合肥这个地方 的故居 还有在徐州三点水 做个消除的徐州 徐州的定远远的九子村 就是李克强的故居 附近有悼念的花圈 花鲜花 甚至无关的八标羽 还有一些纸牌 另外在这个 鄭州的鄭东新区 有一个叫做鱼翼湖旁 都有有关的情况 是这三个地方 会不会再拷大更多地方呢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No! 没有这些东西 辽宁都没有 沈阳都没有 OK 那在这些地方 有这些悼念活动 那些人写一些东西 就说 人在干 天在汗 那就是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长安街吸不了的》 《我们合肥吸你》 《精心策画的崇拜不堪一击》 《法治心底的爱大坚不可摧》 《为六亿贫困者发声》 《不会忘记你》 《甚至为何警示你》 因为呢 现在 习近平 不可以 给那首歌 就叫做 《为何不是你你》 就是 华语是一样的音 去广播 屏蔽这首 《为何不是你》 那有一个人写 《为甚麽是你》 《为何警示你》 就是说 他对 这个 李克强的不舍 我只是说 你对李克强是否认识清楚先 以曲 不能去 孤直 也都不可以这样 去 拟横折高去说话 他是一个容官 是一个恶利 他只不过是没有习近平那么坏 竟然受尽大家的佣大 真是令我质质清奇 共产党下了四笔的指令 一 不准土壮 只准火化 11月2日做 第二 不开放 不开放追读 不给一个追读儀式 他全面去做 第三 喪事不出京 不邀请京外的同志 就是共产党的官员 上京去追读 第四 不邀请外奔 亦都不准外人出席 就是所有的外国驻中国的市领馆人员 全部不受邀请 接着一大堆的东西 下半期之安 库民当时都不是准备好 最后才准备好 又说什么 中共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又说 结出的无产家 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 脆月领导人 这些全部都是抄回李鹏的负文 负言和喪禮的规格 而更重要的就是负文 里面 李克强的字故意很多地方删除了 有人统计了很多次是没有主义的 比如说 我举一个为例 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稳忠求进工作 总基调 那谁坚持稳忠求进工作 总基调就是李克强 但起码有七个句子是没有主义的 即是没有 subject 这些情况肯定想降低它的浓度 而另外有五次特意提到习近平 讲到李克强在习近平的核心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成绩 坚决拥护和支持习核心 这个坚决拥护和支持习核心 就是这个最重要对李克强的评价 如果有人认为是李克强政变将习近平搞落台 我想你弄错了 李克强不是实力派 但狼狼毛枪无炮 无不干事 profits什么都没有 也都没有野心和习近平挑战 他唯唯咯 怯懦的人 你找一个怯懦的人来说 他有多么威衰 是不是很可笑 他当然是坚决拥护 支持习近平 自知他是老耳 他都坐在这个位置 正如周恩来五毫 自知自己是老耳 也坐在他的位置 这个就是习近平 看到的李亚强 也都是毛泽东看到的周恩来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怎么可以李亚强无权无势呢 因为大家知道 六年来他不断被人剪裙边 他的大臂的杨征 早已被捕 六年前落马 但起码李亚强当时保他 起码都不会被人送入监 另外有一个叫孙志刚 今年8月28号 这个前贵州省委书记 落马 李亚强当时提令提拔的李佳 也都被人撤销他的党籍 最近李亚强的弟弟 叫什么名字呢 李克明 大家知道 明是日月明 李克明 因为近来查这个 国家烟草谷局长的问题 大家指向李克明 所以他的群边被人剪裁 而未来20届三中全会 讲经济问题 未定出日期 国务委员 不关李亚强事 李尚福 第一名的李尚福 跟着还有 这个秦刚 两个人 都已经失了中 落马 撤销所有国务委员的职位 和所谓什么掌物 都没有了 剩下三个 黄小红 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你说 中国近年出现什么事 秦刚 李尚福落马 动态清零的所谓的专家 不专有 也都首席专家 也都死了 李尚强死了 OK 所以看到李尚强更加难以 再看回未来的东西 有更多的进展 北大的同学 给了一个 他的北大同学 给了一个挽联给他 上天是这样写的 陪十年小心 虽结身自好 但活得 别屈 下段是 他一步之遥 却急流勇退 竟死得窝囊 横批死的大致 无能为力 他就无能 你们各个众人 就是为力 以此为力 可以这样解释 我就说 中国真的挺有趣 我用华语到一次 大家就明白的意思 陪十年小心 虽结身自好 但活得 别屈 去一步之遥 却急流勇退 竟死得窝囊 横批 无能为力 这个就是北大的同学 给他的挽联 这个挽联就证实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 活得别屈 死得窝囊 就是这些北大同学 给他的情况 习近平的忧气参半 就是终于 这个可能被 那些反习涌动 随时变成反习势力的人 涌立的人 或者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 美国有一帮人 希望习下理想 这个眼中钉 被不除 感到开心 而忧虑 会不会显发生新的民变 新的政变 新的民变会不会爆发呢 是基本上一个指标 大家可以多看四五天 看多一个礼拜 有没有警民冲突 这个就是关键点 比如说你看香港 为什么会衍生这么大反送中运动 六一二是关键的 当然六月九日已经夜晚 已经发生很多事 但是六一二是关键点 你有爆发警民冲突 那些东西就会螺旋式上升 那会不会爆发白纸白发那些东西呢 看 但是你要有一个catalyst 你的催化剂 这个催化剂必定是一个弱忍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 所有情况都存在 所以所有现在合肥 在这个郑州 在这个徐州 尤其是合肥和郑州人多 他们这些地方 会不会爆发警民冲突 就是一个汗点 那些公安的领命 不可以镇压人 因为这件事一传出去不得了 但是你看到很多的字卡 都是包扬这个李克强 我就觉得这些是错的 但是我们当然他们有言论自由 你随州定远远 算少人些 但是河南省的郑州市 这个省会 加上安徽省的省会 合地 两个是重要的城市 而这两个和李克强有关 李克强是安徽人 在河南出身 主政 虽然政绩垃圾 但是很多人喜欢他 变成了他们的情况会受尽吹捧 OK 然后很多人将他的字举拿出来 浪费了 例如李克强说过 人均年收入3万人民币 但6亿人要每月收入1千元 中等城市 租房子都有问题 疫情更加少民生 刁闭 这句话 说完之后 就说他 看策文人 喂 这句是说数字给你听的 他没有说 怎么去做事 他做总理不是告诉我 这个problem 即是你今天公司请你 你跟老板说很多problem 有这个problem 老板就说 那我请你做什么 你解决问题的嘛 那你要解决的问题 要怎么处理呢 你就告诉老板 你要怎么处理 喂 现在问你总理 你说了这么多问题 哎呀 你真是亲民的了 我说你拔鸡豆皮 骂你一大堆 然后你赚我一大堆 哎呀 你真是亲民的了 喂 我说这些东西 没有意义的嘛 大佬 而他说这些东西 可以有意义 可以做些东西 但是他do nothing 说什么放管服 说完之后一堵屁 一放就乱 一乱就散 一散又要收 这个就是共产党 极权专制体的情况下 他做的所有东西 都是垃圾 要建立什么服务营政府 浪费气 独裁政府会服务人们 就叫狮子 在狮子笼里面服务你一样 多余 接着说改革开放 不停步 不停顿 长江黄河 不会倒流 这些说法 讲完是浪费气 搞个排比句 将那些长江黄河 改革开放放进去 又不会停顿 不会倒流 你就开心了 喂 你说这些东西 多余的 你要润啊 你这样做法 是不是多余的呢 这些东西就类似温家保释 影帝级的东西了 讲完这些东西 讲了当做了 你真是有心 倒习的 做就不要说了 你说得出来 又不点名 博取大家 对你的一种爱好 觉得你呢 原来你心里面跟我一样的 就是说对于李克强也好 对周恩来也好 对于这个温家保也好 这帮狗改不了吃屎的一帮中国人 我不要说吃屎 狗改不了吃什么的中国人 你们这帮人 有没有想过 这么多年来 你的思想精神 有没有变化过的呢 当 这个人 没有那么坏 他做好事的时候 你看看多好 他做坏事的时候 你看看 他坏是有苦衷的 他做刚刚我说的坏事 是生不逢时 寻前内暖念 希望寻机待变 随吐后鸡 你不了解他的苦衷了 三普 跟着呢 当他有苦衷被人揭发了之后 就说他不是苦衷的话 哎 这些东西 他只是小小错的 攻大过微 攻大过微 于是就觉得 放他一马 这帮人的思维模式 就是这样做事的嘛 硬要在 垃圾堆里面 找一个 比较干净的一条 菜渣出来嘛 这个就是 很多人对他的看法 讲人在干 天在汗 仓天有眼 今年3月3日 讲完 大家嗨起床 是吧 讲什么黑强指数 有什么 铁路货运量 跟着讲这个 银行贷款量 还有电量 哎 厉害 他唱index 但是他第一 他没有落到实处 你说一日最坏都是习近平 这种讲法是不通的 他讲这些是叫做 温家保释的这种 卖口乖 到今天大家都不明白 到今天依然都有人崇拜这些人 好了 去年5月 不戴口罩去云南 当时呢 就是在一间某间大学的时候呢 一帮人不戴口罩 当时还是呢 动态清零期间 还是封城 处处期间 然后说 你看看 这些就是他反对习近平了 喂 这样就代表反对习近平 那我就一天 一天在这个地方反对习近平 那我事实上快的 那你不是个个不戴口罩 他就天天反对习近平 你可以说他透露出一些不满 但是这些是没用 这种东西你以为 文气可用 鼓动文气去反习 就是说你很不负责 你自己不去做一些 你可以做的事 喂 习近平就在你的南院里 捅死他了 你又没有能力 没有枪没有扣 最有办法杀死习近平是你 最有办法打到习近平是你 当然你没有很大的生命风险 但是你不做 你鼓动文气去反习近平 这几个卑劣呢 就是叫做 找人家做战司底 是不是 人家讲的动态清零 这么多样东西 你就说要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 就是叫做香港夜彬分 请问可以有什么作用呢 很少的作用 够不会的经济的 你以为这样去做事吗 真正的地方要给人上班 这个才是重要 取消动态清零才是重要 但是你不说这个话 这个就是你 如何去看回 现在习近平的政权 一日都是说 打香港 吓台湾 支持习近平 请问 什么叫李克强 大家心中有数 所以我说了 对于李克强的情况 大家知道 他是他杀机会比较大 为什么习近平要杀他 因为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 李克强 是可以被反习势力涌立的一个废帝 他不是袁世海 因为他没有军权 他不是赵康人 因为他没有兵权 但他可以被黄袍加身 成为一个 Figurehead 被人用 而很多反习势力群龙无首之制 是一个选择 而美国 或者深层政府 喜欢李克强 希望反习不反共 结果就希望他做Figurehead 这个是第一 第二 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被杀 不是因为他有变异之心 否则他已经 好似秦刚李尚福那些情况 有人说秦刚 他呢 就是女儿的傅晓田 李玉超 就是火箭军的司令 都被人贬 他们狗合在一起 有人说 跟李克强串通 说呢 李玉超 秦刚 李尚福 大家一起向美国赦物 今天李克强放之任之 今天 习近平好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小道小师 都是海外民民人士 或者赚取流量 盗赚出来的故事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不拉側这个李克强呢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 这个叫做 那个赴民 是这么突然才发出来 死后 之后才安排 不是先游 而同时有这个赴民 称之为却越领导人 共产党的论理里面 已经不通了 以后你做大佬的 你怎么压住那些小子呢 是不是畏高权重 怎么反你的 都变成却越领导人呢 你给什么信息 给下面要谋反的人呢 所以这个不通了 所以我就说 李克强从来没有说要反习 为什么秦刚 李尚福 不专有李克强 李玉超等等 一个一个不是被人 扔冬姑 就是死了呢 或者非自然死亡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样 你 习近平有病 他觉得可能有一天他都会死 就好像慈禧太后 先凡呱 就是杀死光水 像毒走死一样 对李克强 用拖 九拖不决 拖他的症 就例如当年毛泽东对付周恩来 周恩来72年 5月18号 已经知道 已经被医生诊断出膀胱癌 但是他不知道 这帮医生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的批示就是三不 不通知 不检查 不开刀 为什么不通知呢 因为通知你有压力 对病不好的 为什么不检查呢 检查撩来撩去 因为身体很累 身体受不了 为什么不开刀呢 开刀更糟糕 谁开刀会好呢 毛泽东说 我有癌症的话 我都不会开刀的 如果身体抵抗得到 便会到下来 真的抵抗不了 开刀都没用了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解释了 这个就是毛泽东的解释了 好了 之后呢 扭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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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散了 扭散很重要了 毛泽东就说 开刀 然后开十几次到玩过来 现在开刀就没意义了 因为已经扭散了 所以去到76年1月8号 瓜老陈落地獄 就是周恩来 OK 那你要问我了 之后 毛泽东在过年的时候 还烧鞭炮 挺开心 挺开心 不过毛泽东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正是因为独裁者 知道自己可能命不久矣 身体有大问题 又肥又无能 又暴力门山 而且反应迟钝 这个就看到 他开始步入 一个开始 哆哆哆的时候 所以先杀这帮人 而剩下的价格是什么 两个人物 蔡奇 王小雄 说过了 蔡奇 黄小雄是被习近平斗 有这些地方 但是他们实权人物 蔡奇 中版主任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主管国安 他下面就是 李书女中宣部部长 也是文宣的重要人物 另外一个就是 黄小雄 刀把子 公安部长 和征发委的副书记 两个实权人物 才是他最重要的人 不是什么国务院总理李强 李强的权 还比李克强还要少 而且全民还比习近平斗 另外那些辽比一格的 比如黄沪宁 赵乐际 李欺 都已经被投限置散 不重要的了 真是两个实权人物 这两个人 那这帮人会不会继续斗汪洋 胡春华呢 其实他们没有斗的必要 因为他们本身 其实有斗的必要 因为拯救李克强 会不会深层政府 喜欢汪洋 喜欢胡春华 分分钟 一步步 巷装武剑 自在汪洋 自在春华 也有可能 但是同时 那些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实权人物才重要 按照共产党 毛泽东式 或者习近平式的斗争 可能下一波 就是对付蔡奇 或者黄小雄 他们怎么反水 会不会反水这些问题 我敢问大家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 习近平死了 譬如今天死了 谁去接班呢 你说我告诉你 他没有指定接班人 没有像雍正皇帝 将那个 权位于十四皇子 权位十四皇子 权位于四皇子 那个地方 带在这个金团殿上面 我问你 他究竟哪个是继承人 中国宪法没有这种东西的 哪里有这种东西 这个党大于国的时代 那谁是继承人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合 刚刚讲过的蔡奇 刺刀建雄低端人口的蔡奇 还是黄小雄 这个贝利亚 刀把子 他们够格吗 他们够能镇得住 所有的不同的山头吗 所以说天崩地裂会出现 习近平是有深重的接班危机 而在这个时时间 你越整走这些人 剩下的人 心就会越红 于是他们就会更加想奪权 有些沉浅不耐念 但是心越来越旺 好像苏联布里芝列夫的时代 一死 一帮群手开始奪上奪权 后来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之后 有这个契二年科 每个人都很早死 不知道什么原因 很可能是被人毒死的 或者一些御医被人拔走的 就好像今天习近平 是怎样对利亚强一样 最后才有一个真英雄 导致苏联解体破产的 哥巴契夫 哥巴契夫 而这个是真真正正苏联的善忠 但是中共有这样的善忠 你找到中国共产党里面 哥巴契夫 找不到 汪洋胡春华 受得当 每个我都跟你讲很多他的败迹 温家宝 推翻他出来 你不要再黄炮 伤诗黄次恋 自从胡耀邦赵紫阳之后 竟无一人是难而 没有一个真正的改革派 与开明派的出现 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自求多福 就是说到今天情况 共产党如果真的 是习近平一死会很乱 而共产党要他灭亡的话 要是靠习近平继续生存 要是靠他死乱才有机会 那究竟哪个好些呢 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但我只是说一点 这个接班危机和权力斗争会更加面密 而这个面密程度 是完全超越大家想象 文变机会不高 上集分析过不再重复了 因为高压加劳性 变成双方结合 介绍大家看一本书 叫Mirosh 米沃十 写的被禁锢的头脑 或者叫被禁锢的心灵 台湾版翻译成被禁锢的心灵 中国版大陆版翻译成被禁锢的头脑 这本书是波兰的作家 1980年拿到诺贝尔的文学奖 他这本书是一篇散文 写回五零年代波兰人在铁幕内的境况 他的反省是什么呢 既有强权镇压 也都有一种人性的弱点 去奉迎 去服从 去纯服 去配合 而且觉得这样甘于其中 自甘如言 就是劳性 波兰人有天主教的分图 依然如此 你说中国人更加严重 所以我就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希望大家看多些书 不要将所有的事讲到 中国人是好的 李克强 李克强是吉星 是人民的好种 这些说法简直是荒谬绝伦 OK 那么政变机会会存在 政变机会会大过民变 但你问我政变会不会驱动民变 所以先有政变后有民变机会大 但民变的机会不是等于零 不过很低 政变的机会也都不会相当高 只不过大过民变 政变你要变 你变得来你都要服才行 现在 哪个人可以摆平这么多的山头呢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习近平 扬子弹飞 可能你要做布里芝列夫 死了之后 拿冠天分地暗天分地裂 就是这一段 中国就可能有分裂 以及变化的转机 但是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 我对于中国的前途比较悲观的 这个就是我初博的看法 不会因为 要想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好 对客观事物分析 专门牵就我的主观愿望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只是说 有碗有画碗 有碟有碟 希望大家能够 量解 理解 好 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